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是年度影片的第一章節 跟大家分享我在今年遇到很喜歡的行裝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開始之前給大家一個優惠情報 YESSTYLE在11月有個Black Friday sales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很多產品都是低至半價 有很多是熱賣的美妝品、護膚品 你都會看到是有半價的優惠 還有我跟他們合作了一個Promotion Code 是超級划算的 因為在這條影片上載的72小時之內 你就可以用這個Promotion Code 沒有門檻會有85折 所以大家真的歡迎享用 但如果你說看影片的時候已經過了72小時 怎麼辦呢? 我還有一個Promotion Code 可以你只要買滿450元 就用它有12% off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infobox 我會詳細寫在下面 今天我分享的所有產品 排名不分先後 因為全部都很喜歡 我是經常性用的 第一個是Romane的收容盤 我會形容為大件夾底成 因為你有多可見到一個收容盤 是這麼大餅的 它上面已經有了所有的收容顏色 你想要深色一點的有 中間色的 過度色的 鼻影色的 或者是眼面的打亮色 它全部都有 我已經是用到 開始會看到底了 有那個鐵片的痕跡在中間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用它了 因為它的粉質是很細滑 然後它的收容效果是極度自然的 我現在嘗試加多一點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我這一邊的臉 整個線條是沒有這一邊那麼膨膨膨 這一塊肉是沒有了的 我現在兩邊是很不平衡 所以真的很輕力 你也會看到那個分別就知道 我覺得以一個開架來說 它真的全部顏色你都可以用到 然後如果我是用完的話 一定會回購的一款 然後一樣都是Romaine的 叫做Glastin Melting Balm 我又是很喜歡 你看到我用到很髒 就知道有多經常用 我用的色號是06號色 我會形容它為一個 Solid版的Lip Gloss 因為它雖然是一個唇膏 但是當它塗出來的時候 它又不會立即溶到一坨 但是它的光澤感 它的水光感 完全沒有輸給任何一個Lip Gloss 有少少黏的 有少少存在感 而且你會看到不持久的 但是如果你是很想要沒有唇紋 嘴是極度玻璃嘴 然後你在街上 又不想扭 然後慢慢塗 用手擦 那些Lip Gloss 這個是非常之方便 因為它就這樣補上去 鏡Glossy 然後那個顏色的象徵度 都挺高的 它不是那種只有透視 然後不顯色 不是的 它有顏色的 而且這個顏色是健康膚色的人都用到 不怕顯黃顯黑 是日常用的 就算掃眼用 你薄薄一層 去提起氣色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真的很想去包色 看看其他的顏色 是不是都一樣適合我 然後它的妝效實在太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擦了嘴 只用它的時候 旁邊會有少少的框 因為我自己的唇色 邊位是很深的 所以一些比較透一點 不是很實色的唇膏 其實我用的時候 都很容易有這個框的出現 我發現如果大家去韓國的時候 可以去試試他們的唇線筆 我自己手上是有兩支的 一支又在這邊 另一支在行李箱裏面 因為我帶了去旅行 這一支是DASIC 然後它的顏色是01cent beige 因為我發現韓國的唇線筆 他們通常的頭 都是這種比較闊一點 鈍一點 他們畫上唇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滑 不會卡住任何皮膚 就算在我這麼乾的嘴 它畫上去也是很Smooth 然後遮蓋邊位的效果 或者是有些朋友的嘴唇比較薄 你喜歡塗唇膏是擴大一點點 它用完會比起你不用 效果是自然很多 可以看到這個上唇位 還有下面是很深色的困住了 然後很簡單 在邊緣的位置 畫了它 油和它 我現在一邊說話 一邊出解 這樣就會看到分別了 塗什麼淺色的唇膏 都是可以處理到的 好像這個HERA的432號顏色 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因為它比較偏向淺色 如果我就按一個掃唇去塗 它是完全看到那個框 就這樣塗的 這邊是很漂亮的粉橙色 然後這邊是乳色的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了 用這些唇線筆是非常非常之有用的 現在這邊的唇的顏色是非常暗沉 好了 說完一些唇布的產品 不如說一下眼妝 我都知道大家是很喜歡一些韓式的眼影 我也是用過很多 今年我覺得最常用 也是覺得最值得去入手 是HINZ的這一盤 它裡面是會有10個顏色 你會看到每一格的顏色 都會看到不同的分別 因為我另一盤其實都經常用的 就是DASIC的20格眼鏡盤 它都好用的 它的妝效是很自然的 然後你會看到很日常的大地色 但是你會發現前面這一排這幾格 再加上這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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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出來都是沒有分別的 這裡20個顏色 我想它可以把它變成5個顏色 最多7個顏色 其實都差不多了 它不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例如這個顏色 然後再這個顏色 你如果對顏色是比較敏銳 你會看到它們是不一樣的 然後畫出來 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們的差別太小了 它們的漸層太少了 你看到韓國的化妝師 有很多顏色 慢慢這裡有一點點 那邊有一點點的話 應該是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 很自然的blending 但是我這些凡人 用這個我就覺得差不多 上到眼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做到一個 五色的漸層 我自問真的做不到 但是這一盤 我覺得你日常用不會死的 你用哪個顏色都不會出錯的 因為它所有的顏色都很相似 你記住哪些是深色 哪些是淺色中間色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我想每個顏色 都比較上有它的作用 是真的分得出 我覺得HINTS的這一盤 再加上它的粉質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它不會太飛粉 而且裸色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平均 然後每個顏色都是很飽和 很好出到顏色 然後延展性 所有東西都不會輸給一些歐美的牌子 當然飽和度都沒有歐美那些那麼大的 還有這個珠光的顏色 再加上旁邊的閃粉 一個比較偏金屬的 比較濕潤一點的 那個閃的效果 我把它們推開一點 看不看得到啊 如果你想要低調一點的 自然一點的 用這個珠光 你想要一個真的很水波光 就可以用它的閃粉 它是可以做到不同的妝效 然後龍棒 都可以自己控制的一盤 提起閃就不如說這個打亮 因為它是閃出宇宙級 來自Glinzer 這個色號是01During Moon 它是很滑的 摸下去的時候有一點點火粒感 但是你會感覺到它是滑的 然後之後呢 真的閃到它旁邊的銀河系 我都還覺得OK 它可以做到一個很滑 完全沒有粗糙感 然後呢 今天我用了它 是自然打光燈 我前面是沒有任何的打燈 它會做到一個追光的效果 其實我很少在拍片的時候用它 因為我覺得它太光了 但是我在日常生活用它 它那個光感是很漂亮的 你說會不會顯毛孔呢 我覺得只要是一些粉狀的 一些光影有少少的 但是就不會將那些毛孔 是一粒一粒的呈現出來 它比起平時的 我覺得是會好很多 然後呢 是做到一個水波 超喜歡這個效果 我鼻頭這一粒呢 是有點像那些指甲呢 貓眼那個珠珠的感覺呢 是無論哪一邊 然後下巴這裡呢 它是會做到令你目不轉睜的 一路追著這個光影呢 是一個我覺得很厲害的打量 去到胭脂有兩個 我選不到啊 它們呢 都是我很喜歡啦 整天用的 首先講了這個MUDE的 它的顏色呢 是05號色 這個牌子呢 我是很喜歡它的Mascara的 之前都有分享過的了 不是今年才遇到的 然後呢 我沒有想過 它除了Mascara是很出色的 它這個胭脂呢 我還是覺得很漂亮 你看到它是怎樣 都不飛粉的 壓得很實呢 我都用到它這樣粒呢 就證明我超喜歡它 然後它的顏色呢 是一個飽和度比較低一點的 然後很溫柔的 你看到好像用在這裡 哇 有些欠灰啊 但是呢 你用了在臉的時候呢 它那個血色感呢 是做得很漂亮的 重手一點點呢 它的血色感 紅潤感呢 是你怎樣掃 我掃那麼多呢 它都不會說太過紅 好假 好奇怪 好猴子屁屁屁 就算是化妝的新手 你不知道究竟它的份量用多少 或者是精神彷彿的 那天是上完一層 有沒有上呢 再上多一層呢 你不會覺得一個很嚴重的犯錯發生了 你不需要去補救 它真的做到一個很自然 然後很溫柔 配到很多不同妝容的一個胭脂 然後呢 另一個呢 又是用了很多呢 就是這個FW22 大家又是很熟悉它這個Boudin Pot 我之前都分享過了 今天就略略說一下 我喜歡它的原因 又是提到我用得很噁心 是泥膠狀的 又是一個很有元氣感 很自然 還有它這個的泥膠質地 是很貼皮膚的 所以呢 如果是用一些粉狀的胭脂 拍顯毛孔的話 這個是絕對不會的 我用的方法呢 就是用這一種的手指粉Pot 然後呢 就塗下去 它拿顏色呢 你會看到 一塗呢 已經有的了 之後呢 就拍在 面上 我們近一點看下 雖然在手那裡 好像不是很顯色 但是呢 我就是喜歡它那種 跟皮膚很融合 完全沒有界線感的 很自然 好像皮膚透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它旁邊有個細的位 是會鮮色一點的 一樣用這個手指粉Pot去拿 然後你想在哪一個位 加強顏色呢 拍上去 你就會看到 紅潤感 慢慢地 建立了 因為始終這個牌子的光芒呢 都是被Boudin Pot搶走很多 但是呢 我會覺得這個雙色的胭脂呢 是更加值得大家去發掘 我會覺得它更加好用 所以今年呢 行裝的胭脂呢 兩個 我真的完全選不到 它們都是很容易用的 妝效的顏色 所有東西都很好的 然後關於化妝 還有這個 定妝噴霧 它應該大家都見過的了 是將我對於化妝噴霧的細緻度 去了另一個境界 這個呢 這個呢 它是好像一些頭髮的spray 不要說是水珠 你感覺到那個水氣呢 是好像入了一個熱帶雨林 它是在空氣那裡有那些霧感呢 我真的覺得它很厲害 除了那個質地 即是噴出來的霧是厲害之外呢 就是它那個定妝的效果呢 你都是不容忽視 它完全是將你的妝鎖死了 它不是那種保濕型的定妝噴霧來的 所以呢 你不會噴完之後呢 覺得那個妝的融合度呢 是那種保濕感 沒有的 不過呢 它是那種承磨的 你會感覺到有一下呢 它拉緊了 將整個妝定了 然後就不會動的了 那所以呢 它是我今年遇過 真是將定妝噴霧 我的標準呢 再高了一個層次 我以後去看其他的定妝噴霧呢 又是不同了的一個境界呢 大家如果沒試過呢 絕對絕對值得去試一下 對了 那說完所有的化妝品呢 就有兩個的護膚品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首先呢 就是這個的防曬 它又是非常之多人去推介 一個我會叫做BOJ 然後呢 是我用過這麼多防曬以來呢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 超級水感 一推開的時候呢 是很薄透的 做到一個少少滋潤 有保濕感 然後是一個開架的價錢呢 又不會有任何泛白的感覺 它沒有提亮的 基本上可以說是透明 但是呢 會有一層少少滋潤水潤感在上面呢 真的做得很好 它是SPF50加 PA4加 但是呢 我記得有觀眾呢 這麼久以來 有一位觀眾 他說用完之後呢 會生粒粒 可能呢 有些皮膚 他承受不了一些比較滋潤的防曬的話呢 他們是出了一個清爽一點的版本 這個藍色呢 我用的時候呢 我真的覺得白色這個 已經推開是很水 很輕薄 為什麼藍色這個呢 它做到出來呢 是會更加Lotion狀 你看到它推開 更加容易推 它的延展性是非常之好 而且呢 它真的做到再清爽一點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防曬不愧為大家狂推的一款 是韓國這麼多的防曬呢 可能有些我會覺得它滋潤 但是它會有厚度的嘛 這個完全沒有的 它是很舒服很清爽 真的一個超高質的防曬 到最後呢 就不如說到面膜了 大家都知道我好喜歡Made Heal的這一款 不過呢 這一款應該是我去年的時候接觸的了 所以呢 它就不進去今年這個磅了 它又是保濕度很好 然後便宜價面膜來說呢 它真的做得很好 這次呢 我主打就想說一下這個數字面膜 因為今年呢 它真的非常之熱 很多朋友都說 3號這個呢 用完之後皮膚呢 是可以脫胎換骨的樣子 我試了很多很多次呢 我發現這個機率是有的 但是不是經常的 如果這個情況 皮膚是比較差一點 你用完它呢 你真的會覺得自己的皮膚是上了去 但是如果這個皮膚本身是不錯的話呢 我覺得膚它的前後對比呢 不是說太大而已 所以呢 我會開門口的 但是這個系列呢 我想跟大家說 我會更加喜歡它們1號和4號 尤其是4號這個呢 我打開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面膜不是白色的 它那個呢 是有點像一些再造紙一樣 裡面是很多一粒粒的 然後呢 那個味呢 是像阿婆浸腳水的那種味來的 那所以呢 我開了的時候呢 是很不想敷它 但是 我敷了它一次呢 我是覺得 哇 為什麼可以做到呢 皮膚是立刻 是一個透亮 它都有寫它是SOS的 是一個急救面膜 你會立刻那個水潤感 皮膚的飽滿感 所有東西呢 你都會提升的 還有呢 它會有少少冰涼的感覺 它有寫到是降溫的 我覺得它不是說由熱變成很涼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個舒緩的效果呢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這個 我一會兒會敷的 但是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打開了的時候呢 它真的 很不漂亮 而且不討好 而且不會令你想敷 尤其它的尾巴也挺難受的 但是敷一下敷一下 好像中藥那樣呢 你會慢慢習慣了 而且你會看到效果 你會很願意去敷它 然後一號呢 它就會正常一點 我亦都可以開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剛才那個呢 是那麼嚇人 它就像一個普通的面膜 但是你剛才看不看到呢 它的精華呢 是這種拉絲狀的 這個面膜呢 它的精華呢 又是滑散散的 一開始用呢 我會覺得 嘩 什麼了啊 但是呢 用完它 皮膚的光澤感呢 是很好 所以呢 我會覺得大家 如果想試一下這個數字面膜的話呢 我自己手推呢 是一號和四號 然後三號呢 你都可以照用一下 二號呢 我就覺得沒什麼感覺了 五號的提亮感 做美白的感覺呢 都有些的 但是呢 總之這個 一號三號四號呢 我就覺得 是家裡可以必備的三個面膜了 對了 那就跟大家分享了呢 是 這一年我遇到一些韓國的美妝產品 我自己是很喜歡啦 還有呢 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了的我產品呢 因為剛剛分享完我就沒有放下這條片了 免得太重複了 那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啦 有一個參考的價值啦 如果大家是用了些什麼 韓國的化妝品呢 又是很喜歡 覺得今天我沒有介紹是浪費了 你很值得 很值得放在這條片的話呢 記得留言燒回我啊 還有呢 應該今天介紹的產品呢 都會在YESSTAR找到的 大家都很方便啦 不需要去到韓國啦 都可以買到啊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like這條片啦 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所有的優惠資訊呢 我都會詳細放回Infobox的 好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我又太長氣啦 拜拜 好啦 拍完這一集 順便和大家預告一下 年度影片呢 除了有今集韓系的美妝品 我還打算拍完日系的 因為今年都去了很多次日本 有些什麼是必買的 然後呢 有我的護膚品啦 還有呢 是會有空評技 我儲了一年是超級多啦 還有呢 可能會拍完生活用品啦 我不知道大家的preference 如果你們有興趣看的話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 愈多人去講 我就愈拍了那一集先的啦 好啦 真是拜拜啦 真的拜拜啦 謝謝 來吧 可以按嗎